我 什么时候喜欢你了 那你跟你奶奶说 我是你老公 还 在小本本上记录了我所有的信号 这不是喜欢是什么 那是我奶奶认错了 而且 我那小本本上记的都是工作信息 我不仅记了你的 我还记了王总 张总 李总 放心 你不是喜欢奶奶吗 那是我为了拒绝你想的说辞 我又能让你拒绝我妈 自恋 你敢说你不喜欢我 所以你怎么想 明明就喜欢我 还不承认 霍总 那你喜欢人家吗 我 当然不喜欢 我喜欢那种温柔体贴的 不是他那种 我一天到晚鸡鸡喳喳 霍总 觉得他喜欢你的前提是 你先对人家动了心 所以 明明就是你喜欢人家宋施宁嘛 你的意思是 我 丹脸宋施宁 该说去你就死定了 你有什么问题吗 周老公送的 看来你那老公也不怎么样嘛 送我们的手链 看一遍 霍总 这手链很贵的 您当初让我给夫人 悬有礼物的时候 其中就有这条手链 霍总 你连自己送了老婆 什么东西都不知道 果然 男人都是到处提索的 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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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霍总 怎么了 你说怎么了 你明明知道我喜欢宋施宁 还跟他说什么夫人 什么礼物 扯扯 我败心 可你跟夫人是假结婚的 空前马上就要离婚了 可他不知道啊 那 那我去跟他解释一下 你运我找你去 我自己找时间跟他说 霍总 我桌上的礼物是你放的 怎么样 是不是比你的破 送你的破手链好多了 我告诉你 这些礼物 可都是我精挑喜剧的 我不要 拿回去 为什么不要 是 是你不喜欢吗 你不喜欢的话 我再重新一排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说了我喜欢你 你难道没有 一点心 你好像了 住手 喜欢吗 也许吧 但我不能当破坏人家家庭的小散 霍总 你有夫人了 我也有老公 我们不是什么男为娶女为嫁 还是保持距离比较好 至于礼物 送给您夫人吧 我都能破坏人家庭的小散 也不像